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用電安全 我們要介紹一個兩個事情 一個是我們教過的叫做斷路 斷路就是路斷掉了不會通 所以就不會有電流所以燈泡就不會亮 像圖上面所顯示那個線斷掉了 叫做所謂的斷路 燈泡不亮沒有電 另外的是現在要叫做短路 短路就是所謂比較短的路 所謂的比較短的路就是比較好走的路 就是沒有電阻的路 像下面這張圖一個銅線交叉了 所以銅線沒有電它就直接從那走過去 所以上面就沒有電流通過 所以上面的燈泡就不會亮 上面就沒有電這個現象叫做所謂的短路 像這樣這個圖上面的燈泡跨間一個銅線 銅線沒有電阻所以電流過來的時候 就幾乎大家都走上面銅線過去 所以就沒有電流會經過燈泡 所以燈泡就不會亮 還有一個更慘的事情叫做 這樣叫病聯 病聯會使總電阻變得更小 銅線電阻已經更小了 總電阻變得更小 所以電流就會更大 電流如果越大 I平方R電功率就會更大 就會有更多的能量會轉換成熱能 這叫做電線走火 電線走火 然後太高的熱 然後就引發了火災 叫做電線走火 這叫做短路 考試就畫一張圖 問你哪些燈泡會亮 哪些燈泡不會亮 兩種情況不會亮 段路不會亮 短路不會亮 兩個情況不會亮 一個段路的短路就看它 所以這一題 就問你這裡有AB兩個燈泡 他說我們的A是不會亮的 請問你A為什麼不會亮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 短路 因為它下面有條銅線直接接過去 所以這叫做短路 這個簡單小問題 但是下一題 我有三個燈泡 然後呢有一個燈泡壞掉了 所以這是串聯 所以大家都不亮 我想檢查 是不是燈泡衣服壞掉了 我去用個銅線去接 我怎麼樣去接 可以知道 是不是E壞掉了 我怎麼樣去接 可以知道是不是E壞掉了 我怎麼樣去接 可以知道是不是E 我要 因為三個燈泡 其實就只有一個壞掉嘛 所以方法一 我如果確定二三好的 就是誰壞掉了 E壞掉了 方法一 我直接查E是不是壞掉了 方法二 我查二三有沒有壞掉 因為他說只有一個壞掉嘛 所以如果二三好的E就壞了嘛 二三有壞的E就是好的嘛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怎麼樣可以查得出來 是誰壞掉 我怎樣可以查出來 是誰壞掉 用怎麼樣的接法 可以查出來 這位叫做Eleven 11號 11號 妳的答案是哪一個 妳答案要選豬喔 隨便啊 因為旁邊有人抱豬 妳就選豬 她的話不能信 她的話不能信 幹嘛選豬啊 他說豬啊 是便 要便啊便 要改什麼 B 答案選B 豬啦 B 答案趕快來 5 4 3 豬 妳還是相信她的話 妳還是相信她的話 妳答案選豬 答案 如果去接AB 答案如果去接AB 為什麼接AB可以知道 E是不是壞的 接AB就是二三亮不亮嘛 會亮什麼意思 都好嘛 那誰就壞掉了 E就是壞掉了 那如果有 如果不會亮呢 不會亮呢 就表示二三有一個是壞掉的 那有一個壞掉就表示什麼意思 E就是 好的嘛 E就是好的嘛 所以 那 接餅接B豬怎麼接啊 接B豬呢 接B豬變什麼意思 變成二三都什麼 短路嘛 鐵地 不會亮嘛 妳直接看E會不會亮嘛 會亮 好的嘛 不會亮 壞的嘛 就可以知道她是好的還是壞的 這就是 我們可以知道的方法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二十九 所以 剛剛講過了 就是 段路不會亮 短路不會亮 請問妳那燈泡到底會亮還是 不會亮 請妳要會判斷 看得出來它是一個短路或者是段路的狀況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二十八練習二十九 謝謝 謝謝